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邱子 今天我打算做一个茄子 一道非常特别的茄子菜 这道菜是我在我姐夫的饭店里面学到的 我姐夫以前开了一个餐馆 这个菜每天几乎每一桌客人来吃饭都会点的一个菜 特别是小孩子非常喜欢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跟我一起学一下 或者家里面有小朋友的朋友都可以收藏起来 做法非常的简单 我们现在开始做这个香脆茄子 先把这个生粉放到碗里面 然后打入两个鸡蛋 然后加一点鸡精 哎呀 火太小了 把切好的这个茄子 放到调好的这个鸡蛋 加生粉汁里面 然后再给它加一点生粉 这个油温差不多了 然后就可以把茄子放进去 这个茄子一定要炸到金黄 炸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你用筷子或者是用这个锅盘 锅瓢去压的时候有点硬硬的感觉 就可以了 现在也要炸一下 好了我们可以现在出锅了 这个茄子 这个茄子炸的酥酥脆脆的 现在我们要给这个炸过的茄子 加锅一下 往锅里面倒一点油 然后把这个切好的肉末 放进去炒一下 切好的大蒜子 放进去炒香 如果可以喜欢吃辣椒的话 可以放一点辣椒粉 然后把这个炸好的茄子倒进去 用大火 放炒一下 给它满味 最后把这个葱花 放进去 好了准备出锅了 这个茄子回锅 主要是让它再脆一点 然后再给它去 用上这些配料 再满味一些 我的香脆茄子做好了 看一下 外面这种非常的脆 摇一摇一下 里面这些茄子非常的嫩 做法很简单 朋友们可以学起来 家里有小朋友不肯吃饭的 也可以学起来 之前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继续关注我们 下期见 再见 下期再见